那么公投前夕 蓝绿白也发动了文宣战拉票了 再度引发争议 总统蔡英文脸书的封面照宣传四个不同意 但其中反莱猪跟三接千离 写的是禁止美猪进口以及停建三接 遭到国民党批评是误导民众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更痛批 总统公然带头说谎 侮辱民主了 不过国民党跟民众党也被民众发现 在脸书上把三接千离写成真爱藻礁 民进党立委就回籍了 是没有招了吗 才会在公投最后玩文字游戏 难道是公投前最后催票吗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颇文重炮开呛总统蔡英文 把萊猪说成美猪公然带头说谎 与国民党同声谴责 我是反萊猪公投领先人林维州 反萊猪不是反美猪 请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 不要再混淆视听 原来总统脸书换封面罩宣传四个不同意 完全没有问题 国民党呢只能够在这样子的文字游戏当中 不断的鸡蛋里挑骨头 就代表他们真的已经没步没招了 蓝绿白文宣战公投前最后过招比谁声量大 就看选民买不买单 这旅选民言续打的特别报道